足水一智王 校園擂台賽 第一 第二隊 第一 白拍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舉辦統一發票 足水一智王 校園擂台賽 足水選導活動 共有45隊大專院校學生 保民參加 經過四場分區出賽後 最後由智里科技大學 東華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等巴士隊伍進入決賽 同位投保學生 好 於11月5日 齊聚智里科技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一樓表演廳進行比賽 今天由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板橋分局規劃承辦 而分局長游宿金 也到現場為同學們加油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針對於這個租稅交易 向下扎根的這個部分 在每年都會辦理一系列的 這個校園的一個租稅宣導活動 那我們板橋分局 這次承辦的這個校園擂台賽 那我們是要鼓勵 我們大專院校以上的學生 能夠來組隊參加我們這個 具有趣味而且挑戰的一個 租稅抑制的這個問答 這次擂台賽活動 以租稅抑制問答競賽方式進行 除了強調個人實力外 更要求隊伍合作 與戰術運用 這次奪得冠軍的隊伍 戰術運用的部分 他們是怎麼設計的呢 飛鴻派有不作答的請舉手 你還要猶豫 就是到底要一衝到底 還是算了見豪就收 對 我們有戰術 就是如果我們答錯的話 會那一題不算數就算了 還要倒扣上一題的 那就基於就是穩健原則 所以我們就決定算了 扣法一 恭喜答對 而納稅者的權力保護法是什麼 納稅有權力保護法 是從105年的12月28號開始實行 那它所受理的項目 是主要是針對納稅務者 爭議的案子 加以協助協調 那以及權力受損的部分 申訴及陳情 那以及提供行政救濟上的 稅務的諮詢 從明年112年 從19萬2千 調高為19萬6千 增加了4千塊 那在明年申報111年 綜合所得稅的時候可以適用 那全國大概有230萬的民眾 可以受益 可以增加民眾可支配的 所得15.07億元 獲得冠軍有什麼樣的感覺 當然是非常開心 我們的努力也有獲得回報這樣 因為卡在期中考 所以我們準備應該是兩三天 加上之前 因為可能老師教得很好的 所以我們也有相對的基礎這樣 這比獎金分多於不要獲 我們其實在比賽之前已經想好 然後第一名我們都已經看好餐廳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飯了 我們在比賽前就已經說 所以我們要拿下第一名了 恭喜我們的結伴家人 獲得我們派出兩千萬元的獎金 所以我們要拿下第一名了 那我們要讓同學呢 這個租稅知識能夠與時俱進 那我們期許他們未來都是一個 優良的一個納稅的好國民 我們也看到了